欢迎收看Sony时刻追身圈第14577 鼠汉后主刘善 想必很多人对他都很熟悉 此人刚出生便被刘备摔到了地上 欢迎收看Sony时刻追身圈第14577 鼠汉后主刘善 想必很多人对他都很熟悉 此人刚出生便被刘备摔到了地上 不知是让摔傻了还是没能力 反正最后是让他搞垮了国家 在司马昭的宴席上 刘善因一句此间乐不思蜀 更是从此被定向为 烂泥扶不上墙的代表 而是人关于蜀汉的故事也到他为止 待大家不知道的是 刘善还有七个儿子 他们的结局也是各有不同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刘善的儿子 刘善的长子叫刘璇 生母是王贵人 因刘善的金安皇后无所出 所以他被立为太子 刘璇生性胆小 有贪图享乐 可以尽得刘善真传 断崖大军打进来后 刘善准备投降 刘璇这位太子也没啥意见 当江维听说 刘善开城投降后通心疾首 但还想奋力一搏 于是他暗中拉拢中会 希望借中会谋反直击重振蜀国 结果阴谋败露 江维中会被处死 刘璇也在这场叛乱中被杀了 刘善的次子叫刘瑶 丰安定王 跟随父亲投降后 在勇家之乱中被杀 刘善三子叫刘从 封锡和王 因身子古弱 所以还没等到刘善投降便去世了 刘善四子叫刘赞 封锡平王 蜀国灭亡后 跟随父亲千军洛阳 在勇家之乱中被杀 刘善第六子叫刘荀 蜀王后随刘善东迁洛阳 刘善病逝后 刘荀继承刘善安乐宫的爵位 因为刘荀在继承爵位后贪婪残暴 所以当地百姓 数字上表想废除他 后来勇家之乱爆发 刘善于童年死去 子孙灭绝 刘善的第七子叫刘浅 封上党王 也是在勇家之乱中被杀 刘善还有一个比较争气的儿子 那就是第五子刘臣 刘臣被封为北帝王 也是兄弟姐妹中最刚烈的一个 当邓爱君濒临城下 他听说父亲要投降时 愤怒地说 国家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 自然会有亡国之灾 但此时更因是父子 君臣一起做努力的时候 这样死了以后 也有脸去见先帝 但刘善不为所动 坚决要投降 刘臣看劝书无望 便到祭祀刘备的庙里痛哭 他把剑杀掉妻儿后 自相于刘备的灵位前 孰敌的百姓念他忠烈 在刘备的庙里 为他也诉了一尊雕像 刘善其他儿子 在跟随父亲投降后 原本待遇还不错 但西晋暴发霸王之乱后 司马氏连自己人都杀 更别提他们这些前朝后人了 所以刘善的子孙在勇家之乱后 基本被屠戮殆尽 个别逃到了男人